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诗诗》 李宗盛 《诗诗诗》 李宗盛 《诗诗诗》 李宗盛 《诗诗》 李宗盛 《诗诗诗》 李宗盛 《诗诗诗》 李宗盛 今天我花很短的时间来谈一个 安顿心灵的学问 安顿心灵这个字眼 從最古老的先生先賢 到歷史上的每一天 到現在的每一刻 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人談論它 那可以說是一個很簡單的課題 但是又好像極為深邃 在這個世上專家最多的年代 科技最發達的年代 醫學也最發達的年代 那麼多的專家努力 而現在卻是有史以來 世界最動亂的年代 內心最為崩喪的年代 也就是說這麼多專家的努力 對於這個議題一點幫助都沒有 從現象上看確實是如此 所以我們不僅是要對它謙卑以待 而且還要把它拿出來看一看 解釋看看 到底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我們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做錯了 方向弄錯了 從有史以來 大家對於安頓內心的議題 一直走向三個陷阱 哪三個陷阱呢 我先細數一下給各位聽聽看 你看對不對 第一個陷阱就是 我們一直以為我們內心不能得到安領 是因為外在的事件沒有搞定 因為我的先生有什麼問題 我的小孩有什麼問題 我的事業什麼問題 公公婆婆什麼問題 我們都把問題往外推對不對 我們一直奢望說我把這些事情都安排搞定之後 我就快樂幸福了 這到底對不對 那你必須先打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陷阱在哪裡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我的煩惱是來自於我的腦袋 因為我的想法不對 我的想法不好 我的想法負面 所以我就想盡辦法要把我的思想搞成很正向很正面 大家都忽略掉 就是事實上當你很煩惱的時候 你的腦袋瓜一直是很想出來的 可是你沒有出來 對吧 為什麼 因為你的內心在作祟 你不是腦袋 它在內心化為一種酸酸的感覺 一種痛痛的感覺 一種緊緊的感覺 一種勇動的感覺 你就說我沒有辦法了 腦袋瓜是不管用的 第三個陷阱在哪裡啊 什麼建議 我們認為 要得到幸福安樂的關鍵就是在於 把情緒掃平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把它掃平 沒辦法 實際上你就不到 它只是化為一種跟深層潛在的湧動 在內心跟演講一樣不斷在那邊湧動 你只是外表很祥和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一直走向這三個陷阱裡面 我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這三個陷阱的努力裡面 但是它實際上看起來是有效的 當下也常常有效的 問題就是當真正情緒涌上來的時候 我沒發現它的效果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它耗盡了我們所有眾生的大半時間 耗盡了很多專家的大半努力 針對這三個陷阱 不斷不斷地往下努力 找什麼這些是這個結果